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玛利欧陪你喝一杯 我是玛利欧 我们的玛利欧陪你喝一杯 有IG的官方账号 记得到IG上搜寻 玛利欧陪你喝一杯 就可以找到我们的IG官方账号 上面有我们更多的幕后花絮 还有影片内容 千万不要错过 赶快追踪订阅起来 好 那我们这一集的来宾是李四端 这个名字一讲出来 相信很多听众一定都知道他是谁 他是知名的新闻主播 也做过一些节目 包含了经典的亲子节目 爸妈穹很大 现在还有正在安党的访谈节目 大云食堂 今年是端哥从事电视工作 刚好满40年 我们因为这次端哥出书 一共两本 书名分别叫做做相信的事 以及做坚持的人 副标是李四端主持 欢迎光临大云食堂 对 就是惠整 他目前还在主持中的大云食堂访谈节目的精选来宾内容 惠整成书 端哥说他是报社记者出身 还是相信文字的力量 所以再把影音的内容整理成册 我们今天先从端哥如何考进电视台开始聊起 他说当时电视台招考记者一次来报名有一千多个人 还要去借学校来当考场 听起来非常的夸张 除了鄙视之外 还有多观的面试 最后他顺利成为少数考进台式的记者 他回忆起早期的记者生涯 他说重要新闻事件很多 他不见得每个都还会记得 但是他现在反而很清楚记得一个校园里面的社会新闻 不只是因为新闻很令人难过 还因为那是让他更了解 作为新闻记者可以更有同理性的一个故事 细节内容让端哥自己好好来说 另外担任主播很多年 后来离开了新闻 主持了一些非新闻的节目 比如说刚刚提到的爸妈炯很大 他说他一开始以为没有很难 后来发现自己主持非常的糟糕 过去习惯的做法完全要放掉 他历经了至少半年的低潮和挫折 才终于慢慢开窍了 那他是如何开窍的呢 还有他这几年主持大云食堂 五年来访问了900多位来宾 但一开始节目的企划跟现在其实挺不一样的 为什么有这些调整呢 节目最后我们两个人也互相分享了很多 关于主持人物访谈节目的甘苦谈 有哪些内容快点进来听吧 让我们请欢迎李四端 端哥从事电视工作今年刚好40年 算一算好巧 差不多刚好40年 那可不可以先跟我们聊一聊 就是如果回头分享这段往事故事的话 一开始加入电视台的故事 可以跟我们稍微聊一下 第一个加入电视台故事就要你要考进去 然后那时候台湾只有三个电视台 三台的时候 三台就是其实说起来就是一个非常媒体被寡占的时候 电视公司那时候 他在社会上 我觉得好处是那时候 大家能看的东西的娱乐很有限 都是靠着三台提供的 所以你只要在三台的任何一个节目中 有插上一角出现你的脸孔 社会很容易就注意到你了 所以我说我们那个时代的人 享受到的便利就是我们 好像观众很容易记得我们 就那么几个人 而这些人随着他们的年龄 他们的家庭 小孩子那时候 全家人的娱乐都是看电视 所以我们成了一两代人的共同记忆 这是我们的一个福分 那我那时候去就是招考 我觉得电视公司招考那时候 也不知道他要考几个人 他也不跟你讲 然后最妙的是 他的报名程序长达三个月 招考程序 第一个还要审核你的资料 然后通知你可以进入第二关 第二关就是鄙视 鄙视 他彼氏那一年我记得来参加考试的 有一千四百个人 还找了一个学校的考场 好像那个办连招一样的 真的好盛大 我说是台试吧 还是连招 考完之后放榜 然后你可以去试镜 试镜就是要去念个稿 你要去弄完了 你也不知道到底有没有录取 再隔一段时间 通知可以参加面试 面试是干嘛的 不口试 口试就是所有的分了好几关 他要问你的反应 当面看你的反应 还要看看你的肢体 容貌 最主要因为你要上镜头的 还有语言 国语啊 英语啊 这样子 所以前面有不同的五个主考官 这完了之后 最后一关来了 公司的大老板 要面试 最后这时候剩下大概15个人 从1400个里面 最后剩下15 然后就面试 面试就是机制题啊 什么 我那时候已经在中央日报工作 中央日报派我跑外交 那时候我记得那一天 刚好发生一件大事 就是菲律宾的前流亡的 民权领袖艾奎诺二世 他在台湾 在美国人的护送之下 搭乘华航 在前一天 从台北飞马尼拉 马尼拉一下飞机 一下飞机还在阶梯上 刚刚上品级品 就被人从后脑开了两枪 那个事件造成全世界重大的新闻 那我刚好那时候 我们知道他来 我还知道他住原山饭店 我们想去拍到他旁边 当然都被封锁 所以当天晚上报社 就是我口试的 就面试的前一天晚上 我还在报社写稿 写的稿就是艾奎诺 浴室的背景内容 我怎么样 你知道一写稿 当然我们在写都是3000字 甚至有到4000字 我还要叫你写一个 short story 一个短评 一个测写 那测写大概是1500字 你知道你写文章完了之后 你大概记忆力在那24小时 不会那么快 消失 我现在我不知道 我现在我年龄那么大 大概很快就忘了 上个楼 几楼都搞不清楚 那么那时候还记得 我的口试题目竟然是 听说你跑外交 我怀疑他们那天早上是没看报纸 没看到我写的 你跑外交 你知道发生这个事情 我说我知道 那样子我们是电视新闻 很需要立即的表达 你能不能用口语的方式 说一篇这个事件的新闻 给我们听 现在 我心里好乐 我刚才小时候 我把文章背给你听 那不行 我就故作沉思一下 好像这题目很tough 那我要思考一下 接着我就开始背我的报道 我就把我那个分析文章开始 几乎是背出来 我那讲了20多秒 30秒之后 他们就叫我听了 太顺了 对 有点奇怪 好吧 所以我觉得那天早上 那个过程我印象最深刻就是当他要我回答这个题目的时候 我想哇 这么巧 总而言之就是后来考上了 这是一个记者的职位 电视一开始是一个电视记者 所有都是记者 那只考记者 我们那时候没有分什么主播或者什么 没有这样分 你进来就是记者 而且进来有很多的规矩啊 这个前三个月不能打你的名字 因为你对我们来讲还是试用期 OK 然后前一年是不能有任何出国的采访 然后你一定是跑社会新闻 开始就对 对对 到后来这规矩维持了很长时间 就是新记者 男女都是先从社会新闻抛弃 锻炼你的这个社会的接触 锻炼你的反应 后来当然最后 人家很多人都怀疑 为什么一定要社会新闻 难道别的新闻都不算吗 嗯 这是一种老观念吧 社会新闻最能够测验一个人的适应性吧 所以我就从那时候开始 就开始跑了新闻 那时候的电视新闻 呃 台视新闻那时候已经是领先的 那我也觉得在那个时代 后来很多人觉得我们走跑的新闻 是不是都是党国第一啊 那时候的这个戒业时代 是那时候是有些限制 是有些敏感 比如说那时候总统巡视新闻 那当然头条 任何总统新闻都是头条 而且他的稿子你要从头到尾念完 不能够更改顺序 嗯 我第一次处理这稿子我记得 就是蒋经国先生去巡视外道什么 讲完了之后 那画面就那么点 都是都是官方拍的画面 拍完了 已经的画面都用两遍了 稿子还没念完 OK 到了最后 最后一段内容的稿子是 今天随行的有谁 嗯 我想管你谁随行的 关我我就没念 我还被长官纠着 那个是可能看新闻的人最重要要看的 随行人员代表谁在跟权力接近 对 而且你绝对不能更改随行人员的名字的顺序 你把人家更改就完了 所以像这种小事 但是另一方面 在那个时候台湾的电视新闻 开始受到观众的关注 我们有所谓电视新闻的 开始比较开放 而且很多的社会的声音意见表达 可以在电视新闻中出现 所以我觉得那也是一个记者看到一个台湾 所谓新闻自由或者言论 这个高涨的一个萌芽的时代 对我们来讲的更是一种心理 所以你说那时候我们碰到很多新闻 以台湾那时候处理的空间 我觉得在那个时代应该是最好的 那个时代了 我觉得他已经做到 努力在做到最好 那这个过程当中 有没有什么是比较印象比较深刻 比较刺激的一些事情 不管是记者也好 或者是主播也好 我在台市做13年 后来到有Cable 后来又到华市做 所以这里面有很多很多事情 你说叫哪个新闻 我的新闻太多了 你说你当然记得都是大事情 但是有一两件事情 倒不是那个新闻本身如何如何 而是采访的当下给你所留下的印象 我记得我刚开始当记者的时候 所有记者大家都是追逐头条新闻 看到事件都是头条 然后很早期的时候 台北市校园发生一件不幸的事情 就校园小朋友 小学生 他们在玩下课的时候 学校的 你知道学校那时候都有那种楼梯前面 有那种防火或作用的铁卷门 但是铁卷门的开关就在门旁边 小朋友也可以碰得到 那他们就玩升降 然后抓着铁卷门的最下缘 这样子可以升升降降 很好玩 但是有一个小女孩 她抓着门的下缘 被同学按的时候 她升的高度太高了 她自己不敢放了 所以悲剧发生了 她整个人被卷进 到那个铁卷门的最上端的缝隙里 你听来好不可思议 一个人怎么能卷到缝里面 真的就发生了 你想想她那时候小学三年级 可能她才多瘦小 然后我记得发生在中午时间 我们听到了 因为那时候 我们大概都是跟119消防车 救护车的一个赶到 但她显然那个时候 已经没有办法 那个简门都放不下来了 我就不必再描写过于写新的事情 反正我们到了现场 一切的事情都还留在那里 检察官都还没有到 我们算报的速度非常快 当时只有一个警员吧 那时候的刑事案件的 这个现场的封锁 我不像现在这么专业 我们记得可以非常靠近 我就跟我的摄影同仁讲 那摄影同仁比我大好几岁 我就拍啊 这个多好的新闻呢 我用多好的新闻想想看 那时候就是年薪气盛 觉得哇 这是一个何等独家的新闻 我们是第一个到现场 而且独家 我的摄影记者 竟然第一次拒绝我拍摄 他不拍 我天下的 我们虽然是team 但是基本上大部分摄影记者 会跟着文字记者 这个好像文字记者比较 比较站在一个指导性的位置 我当下觉得啊 不拍 我是太没 这太奇怪了 我就跟他吵起来 他就不拍 我最后弄的我也没办法 当时也没有手机 我想去告状啊 但是也不可能 后来还不拍 但是我们后来只有在现场 采访了 当然小朋友不能采访 采访了老师 以后来到了警员 然后就回去 非常泄气 回去跟我的主管报告 我说那个摄影记者 如何不配我 所以我没有拍到那个 非常真实的 血淋淋的镜头 我的主管 看着我 然后 主位说点头 好像就这样子 我心想啊 就这样子了 他也没动怒 也没有再去 如我所料 去责备另外一个摄影记者 那就这样子 好像没有想要再追究这个事情 那当然我就 就退回我的位置了 处理那条新闻 大概多年之后 我后来我去问 跟那个 当然跟摄影记者 那时候慢慢 我后来就问他 你为什么不拍 当时他懒得理我 但是几年后 他跟我又提到这个事情 他说你这事情 知不知道为什么不拍 他是两个孩子的爸爸 两个孩子刚好 也在那间小学 他说他到现场看到 第一个镜头 想让他自己来 拍 还拍不了 他说这个镜头 任何有孩子 不会想看到 他也觉得不必把这个镜头 要拍给电视观众看 但我 我那时候是刚刚加入这个行业 我完全没有这些 所谓的情绪上的纠结 我根本没有所谓的父爱 但是后来多年听他的 那时候我也有孩子 我慢慢懂了 再加上后来 我看到一篇 普利斯讲的一个故事 我慢慢懂了 所谓传递真实 到底他的意思 那个普利斯讲的故事 同样也是一个摄影 普利斯摄影讲的记者 他在一开始 也是工作在一个小镇 他说有一天 小镇上也发生了一件事情 是一个祖父 要带着他的孙女 出去买东西吧 祖父叫孙女 停在车道上面 他说把车 他要倒车一下 小孙女实在太矮了 祖父倒车的时候 根本没有看到 他在车尾后面 这一倒车 当时把自己的孙女压死 然后我这个摄影记者 听到新闻 也是非常兴奋的赶到现场 当时的祖父 还没有被压走 他留在他们家后面的餐厅 美式的最后面都是餐厅 这摄影记者 我就绕到了餐厅 透过那窗户 看到这个老头坐在那边 他说当时看到他 就真的傍晚 他坐在餐厅里面 一个人孤独的 无助的 发呆着 那个景象 这个摄影记者 这是多好的一个图像 而且刚好他家餐厅 是个百叶窗 透过阳光照下来 刚好百叶窗的阴影 横在他脸上 很像那个监狱的栅栏一样 那个形象表现 多符合此时的现状 一个懊悔的父亲 在一个孤独的夕阳当中 那个懊悔跟对他的惩罚 几乎已经浮现在他的脸上 代表他是犯了多么严重的一个罪 而且永远无法弥补 他这样拍的时候 突然他停下来了 他觉得这个老先生那时候 应该身处在一个无比的 痛苦的深渊里面 他当时用的相机 还是那种早期的摄影家 就是很大型的美光灯 他的美光灯的光热 跟那个噪音 会把这一切都会破坏掉 等于好像 你抓到一只金黄的兔子一样 你要去把他再吓他一次 他觉得 他觉得他没有权利做这件事情 所以他放下来 他没有拍 当然回去之后 他的主管也把他抽码一顿 但是多年之后 他这个故事是 他在德普利兹摄影讲之后 他跟演讲的提到 他说但是 这个故事一直在他的心中回荡着 他从来没有后悔 他没有拍那张照片 他从来没有认为 他做的是一件错的事情 他之所以讲的故事 我觉得我记得那个文章讲的 就是很简单 有些事情的真实 不是一定要完全那么赤裸裸的 以新闻之名传递给 给所有的世界人 所以我想这个故事就是 也印证了当初我在台湾 那位摄影机的跟我讲的故事 就是做与不做 选择与 之间 需要何等的这个成熟 需要一种何等的一种 我就想胸怀心胸态太伟大了 没有的就是 就是那种同理性 我觉得慢慢后来越来越做记者 大概反而不是在这个事件中的去争夺的 是同理性 就是当你看到悲剧 当你看到如何东西 后来我慢慢还有看到一个一个 也是老的记者 形容我们这个行业 我们的行业很有趣 都是别人家里发生的事情 人家最不如意的时候 我们这些人来敲门了 对不起 哎呀你最近如何 你怎么样 很倒霉吧 然后你家悲剧怎么样 我们都是如此 当对方还在悲伤的时候 我们觉得已经没有什么可以说的 我们就把门一关 人就走了 那些痛苦还留在那门里面 但是大部分的新闻工作 最后都已经离开那个 真正悲剧地点 而且很少是再回去看那悲剧 后来怎么样落幕 所以我好像说明了新闻工作 是在历史见证的第一线 但是历史见证第一线 可能需要你有很多的一些 一些观点 一些见解 一些看法 一些保留跟一些态度 那个才是一个完美的 一个不是第一排 这是黄牛票的第一排 我怎么样 就是你不是在看一场歌舞秀 我大概就是后来在自己怎么样去 慢慢情愿去能够找到一些 能够感动的故事 我觉得 后来我自己在做新闻主播的时候 因为那时候我自己当主播 我一直等一天制作人 所以我大概比较可以能够排一些新闻的顺序 我还是觉得新闻 一定要给一些 有点正面人心的故事 在我们的新闻里面 我不知道 现在应该新闻还是有 但你已经不知道被排在什么位置了 但也许我们那时候 你说你有那个奢侈 因为那时候你们的频道就那么起家 你不必顾虑那么多 你也没有商业市场压力 是啊 都没错 可是你看新闻应该看的是一个完整健全的世界 台湾的世界跟世界世界 不是每天都打仗悲剧车祸 对 不是都一些你耳鱼我诈 每天都一些诈骗悲剧下流的事情 那那些正常生活的事情 好像都不能成为新闻 所以后来我们那时候 就鼓励记者去追踪 追踪事情的后续 去寻找 真的有一些正面价值的事情 哪怕小人物都一样 对啊 所以我觉得那时候 那时候我们那时候电视公司还流行 现在很多媒体也做这个所谓的形象短片 我觉得那时候TVBiz做的那时候 一个开始做蛮好的 那时候刚好李登辉先生那时候讲一步一脚印 他们就做好多的短片在穿插在新闻的当中 也许是一个树上有虫在爬 也许是一群人在做什么 也许就是那时候 比如说台湾的鱼市场的清晨的教 他用非常真实的声音 然后就写一个一步一脚印 换一是就是让你知道社会是正常 后来我看民事也 出一个台湾他们也拍了很多 我到现在对啊就是他后来有点 有些电视媒体做的烂情啊 没什么事情台风完了之后 还有一个我们风雨与你同在 我觉得也太过了吧 对一个台风完了就要打一个 我风雨与你同在 没有必要到这 但是正面的讯息跟正面的资讯 我觉得那是一个正常的新闻 但是现在现在越来越少了 新闻主播这么多年了 那当然在不同的台也有交换过了 那你觉得自己在不同的台或不同的时期的播报方式 有没有什么不太一样的地方啊 刚开始播报的时候 你满脑子想的都是自己 我播的好不好啊 我电视上好不好看啊 然后这个 然后祖上积德啊 爸妈有没有在看啊 那是一个电视 所有的影像 我觉得永远 它就是一个show business 它是给你看的 给你看的本质永远 青春美丽是永远 重要的 这个没这么好避讳的啊 年老的人是有还有美丽的地方 但是青春美丽呢 是一个很容易画上等号 那我觉得播的给我的主播的 哦 我一直没有用读稿机 因为我的读稿机 我使用的很烂 我的眼神会跟着读稿机转 所以我索性不用了 不用读稿机就变成我要自己去 用我自己的话来说故事 那我觉得后来我自己的主播就越来越 我希望是摆脱那个主播上面那些 非常机械化的那些数字文字 还是希望能跟观众一起来 来感受这一节或者这一则 或者整节的新闻 所以后来我觉得 这也是以前我的前辈交给我 你做新闻 特别是做荧光目前的工作 你有两个字很重要 那就是融入 融入 对 你要融入在里面 让观众感觉到 嗯 你是跟他们在一起来观看 来收看这个新闻 很像第一次你也在一起看 嗯 应该跟他们有同样的感受 你也跟他们传递的是同样的一种 一种失望 惊讶 我甚至愤怒 当然这里面 新闻记者主播台上 在我们那时候受的训练 能够表达的情绪是有限的 你应该维持一个客观 呃 但是我觉得 我们可以运用的声音 节奏 是可以表达一些 你对事情的看法 所以我让我的 在后来播报的内容方面 技巧上面 我觉得 自己会 怎么样把自己放在第二位了 我觉得就是 不在一开始那么 一主播唯我唯尊的方式来讲 我糟糕天下之后 好 你要把自己退到一个 你适当的位置 你应该只是一个presenter 然后你把新闻带出来 你尽量让观众 呃 是一个很顺利的了解 你要给他们私讯什么 那我所幸的 整个的主播工作 我都还有权限 选择我要播的内容 嗯 哦 就是我自己是身先那个 制作人 然后坚持 然后 那时候我的环境也信任我 让我做这个决定 所以 到后来觉得 我 我比较有把握 我说 我选择 我播的这些故事 是经过我消化的 也经过我 我们同人所看过 我应该都看过这些故事 我知道为什么 还要呈现给你 他的意义 为什么今天 还会在我们的整节新闻里面 会在这个位置 为什么 我一定要花时间让你知道 所以我认为的主播工作 应该是一个 能够把新闻客观的呈现 而且是 有人性的处理 是一种专业的态度 所以你可以 就是曾经有过 就是比如说有一条新闻 然后你 不想要 然后你觉得 或者说这个不应该 在这个时候播这个 然后你把它抽掉 这样子 我可以抽掉 我的权限可以 OK 那有没有人强迫你一定要 说这个不能抽 你一定要播进去的 以前的 这个 我刚刚提到了 以前在那个戒严时代 那总统新闻 当然 你要放前面 对不对 我们那个 那个不会去挑战 嗯 通常我们都会请来宾跟我们分享一个 跟喝酒有关的故事 端哥有没有什么 跟喝酒有关的故事 我不知道哪年哪月 我看了一个读者文在上的故事 嗯 我曾经读读文在中时的读者 那故事说是 生理学家分析 喝酒 从你喝第一口酒 那个酒精就从你的食道到你的胃 开始分解 然后开始传导到你身上 透过血液的传输 开始到你的大脑 反正就是一连串的化学作用 本筋作用 传导 然后随着你喝的酒量的累积 那个传导作用 也就会开始加快 到最后 那篇文章在哪里 我也不知道 兔兔文在可以否认这文章 但无所谓 我好 我记得从兔兔文在看到 他讲说到最后喝酒 让你开始 你的自己的不自主 这一些行为 反常的 包括 夸张的笑 声音 也就开始你开始变了 你的喝酒的酒态开始出来 大约是23分钟 然后这个时间会因为你的身高而改变 高的人可能慢一点 因为 循环的速度 那个时间 有差这么多吗 反正抱歉 我就自己实验 换言之 你可以在20多分钟之内 你可以尽量喝你的酒 你只要确定20分钟到了 你赶快离开那个现场 然后就 我后来 真的把这个故事跟很多人讲 我后来知道有民意代表 他们特别需要 跟人家拼酒 既然有几个真相信 他真的 你确定 我说我 我猜到文章上讲 他们真的就在25分钟前面 就跟那个 他们的调好卡 就拼酒 然后 然后就20多分钟到 赶快找个 找个理由 就跑了 有几个生意 我讲真的 他后面就开始 当然至少你有再下一团 你就完了 对 但真有人 在前20多分钟 他所有人留下都是 这个人酒量极好 而且这个酒品极佳的印象 但你也没有看到 他25分钟之后 他一样 所以我后来 就是也提醒我自己 你前20多分钟 是个正常的 但一旦的时间到了 就像那个 那个 回姑娘 南瓜的那个 马车时间一到 你就完了 你的原貌就要出来了 OK 我不知道这个 是不是有科学根据 但我信了这个理论 很多年 OK 但后来现在 没有再信他了 因为我觉得 有点可笑 你就撑那25分钟 但至少 我发现来讲 你知道 酒量的失态 或者什么东西 其实 一些问题 都你自己找出来 他需要花点时间 对 前面的时间 你是可以去 你可以去逃避 对 那当然现在 几十年来 媒体环境变很多 从你刚刚一开始 加入的时候是三台 现在包含有线 可能非常多的新闻台 你觉得这整个 环境的变化 有没有什么是 负面 我们可能 大家骂什么 都比较清楚 有没有什么 比较正面的事情 是这样子 这么多电视新闻台 比较好的事情 台湾那个 我一直讲的 台湾那个过去 这个20年30年来 我们台湾的土地 国土人口 没有巨大的变化 台湾没有说 突然我们 面积成长了四五倍 没办法 但是我们的新闻台 成长了大概超过五倍 你可以想到 这些新闻台 五倍 这么顺务 这些人 这些资源 我们有那么多的新闻吗 是 我们应该有 所以如今 你看到的这些 无事 不可以成为新闻 所以新闻的取材标准 已经改变了 但是很早已经的事情了 好处是 什么事情 你可能都要摊在阳光下 没有什么事情 可以说是 在透过守门人的选择之后 他被遮蔽下来 可以啊 那现在 现在更棒的 所有人都是记者了 所有人都是主播了 现在谁还需要开记者会 自己讲 我觉得就是 你说看到好处就是 充分的解放了 嗯 这个你也 所有人都有手上都有这个科技 那我觉得 这个资讯的 快速的流通 资讯的曝光的容易度 但相对他带来的 大概就是所有这些 你看到的相对的铺平 但是我觉得有一点蛮重要的 是我们的脑袋 实在装不了那么多资讯 嗯 不过现在所有人都懂了 这个新闻的这个保鲜期有多久 嗯 很快就会被被另外一个下面来的 你说很多人现在公关 我一击处理 甚至说啊 你也等下一个那个丑闻来好了 他就把你盖掉了 是不是如此 是啊 嗯 资讯快到 你已经记忆力已经撑不住了 那所以这样子 这个所有事情 也就因此所有事情 好像都变成等量了 那个事情发生 后面马上就可能被一个 被一个早餐店的打架的事情 就取代了 那两者是同等嘛 一个国家的一个争议事情 或者一个重大事情 那我觉得现在大家看新闻方式也改了 现在都是用你的 3C的产品来看资讯 你看不到全貌啊 每个新闻长的篇幅都一样 嗯 然后你你还能分得出这个新闻的 重量什么 这也是为什么 纸本报纸或纸本杂志 我觉得还能存在 因为他还有一个版面的概念 哦 所谓的头条 现在头条新闻已经好像笑话了 我觉得 什么叫头条 可是会在这版面时代 头条意义就是 这个是属于 在编辑群的生产过程中 他认为这是大家应该最应该知道 他已经做了一个价值的判断 那这个价值判断你接受与否 那是你的事情 对 但是那个代表他的专业判断 他提供给你在阅读的时候一个参考 也让你对这个新闻留下一个价值的位置 但这一切现在好像都很难了 也还好吧 因为现在大家用手机看的时候 也不见得是到头条或首页看到这个新闻 有可能是推播啊 或者是人家丢给他看的这个东西 这样子 段哥一开始 当然就是大家熟悉你 当然都是主播的身份 不过一开始是以记者的身份 持续在跑新闻 那跑新闻这些年的这个历练 你觉得你怎么样看待记者这份工作呢 我念新闻的 后来有幸也做了新闻记者 然后传播事业一做就做40年 所以我可以说我自己蛮幸运的 我的自己的兴趣 一直能让我的工作跟我的兴趣 某种程度还是结合在一起的 我认为我对新闻工作最有的高的兴趣起源 因为它能满足我的好奇心 因为新闻每天都在变化 它从来没有单调重复 它就变化了 那这份好奇心也就是说 你后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支撑的因素 就是在这好奇之下 你想成为一个说故事 所以新闻记者就是一个说故事的人 那这故事 你要怎么去说你的故事 说的怎么清楚 完整 有条理 而且能让大家觉得这里面 我为什么要知道这个故事 所以我觉得新闻记者 就是应该把你自己所接触到的故事 你要说的这些符合 我刚刚讲的这些条件 而且把故事当中你看到的不平 你看到的不对 你看到的阴暗 你看到的其他的情况 你要把它说出来 我觉得新闻记者就是 就是所有世人的一双眼睛 跟一对耳朵吧 我们去帮你听帮你看 然后最后透过我们自己的说的能力 把说出来 但听看说三者之间 这个本领就是新闻记者 要不断去努力精准化的 或者说一个查错 最后说出来的故事就是 完全不一样了 所以我觉得新闻记者的情况就如此 那你说过去跟现在的新闻记者 有没有差别 我觉得这三个本领应该都是要在的 但是现在的新闻教育跟新闻的方式 跟我们那个时代 我觉得差了有一点 显然 我觉得所有记者应该工作都一样 跟现在科技更发达 但那时候我们可能在新闻的养成 新闻教育的养成 以及新闻机构的伦理这方面 我们那时候足够的空间跟时间去培养它 他现在的你看看现在的流动率 以及我们学生的学校的老师的教授的教育的状况 这些因素可能好像都没办法去满足它 你说我们要培养记者的在职伦理 或者一些成长教育 两个月他已经不干了 在很多记者的这个频道这么样 争相取材过程上 很快就跳槽了 很快他就是升迁了 我很快他就离开了工作 所以我觉得跟我以前工作的时代 我们所做的一些要求 那要求是要有个时间 跟一个空间做后面的支援 现在这个新媒体好像没有这种余霞了 所以2017年的时候 你开始有大云文创 然后开始有做一些网路相关的内容 那个时候其实相对来讲 也算比较晚 就是开始做网路相关的东西 比较晚了吗 但那个时候为什么会想要在那个时候去尝试这件事情呢 那时候因为在先前我们都是主持节目 都是在传统媒体上 你那时候出来就是没有那个大媒体的那种空间跟资源了 那小媒体能做的 当时在网路时代的时候 你很容易就是门槛比较低 你做的作品大概就是在网路世界 来开始做 的确那时候我觉得我非常熟悉 甚至有点 甚至有点看清这个这种媒体 你从旧媒体挑过来 你会有这种惯性 这是什么 然后没有看到它的大的影响 但你也想做 然后更糟糕是你可能还带着你过去的那种旧媒体的优越感 来进入这边 我记得我第一次我们也做访谈 在网路上直播 那直播上你可以看到人数啊 我算一看36个人看 我看我们办公室大概有23个 我说那剩下10个谁在看 所以那个时候我想就是 你离开了大媒体 所以传统媒体的资源 你现在在一个做小众的一个公司 所以慢慢开始要去接触这些 时间晚 那时候我们的方式也只能去做张 然后慢慢开始起步 去了解 所以我觉得那个算是一个很晚的学习题吧 但为什么那时候想要尝试这个 因为你那时候做节目也做蛮多的 公司后来也做了挺多的节目 然后口碑反应也都挺好的 为什么会那时候想要 在那个时候开始尝试网路这件事情 你现在回想起来我也不是那么清楚 应该就是那时候有投资人 有几个朋友 我们就觉得可以做一点事情 好像就是可以生产一点产品 这些产品可以再带来一些 我们认为想要的效果 可以把自己的影响力延伸吧 我想无非就这么简单几个字 在那个新闻 主要是新闻播报工作结束之后 后来很多是非新闻 就找你做一些非新闻的节目 像爸妈就很大 就是其中一个很经典的节目 那那个时候你觉得 那个转换期的过程怎么样 就是从新闻到一个 非新闻的节目主持 我刚开始以为这很简单的事情 不就是主持吗 对 那后来发现那个过程是一个 一个对我个人的一个漫不容颜 有点痛苦的过程 嗯 第一个你要把你过去的身份角色 那个方式你都要调整 你不再是主播了 你是一个host 嗯 你要把你那些所谓的客观啊 那些什么这个保持距离啊 这个自身第三者的那种都要拿掉 哪有什么主持人还在电视节目上 你做的是生活综合性节目 你还当第三者 观众期待主持人要跟那个来宾 你也要融入在一起啊 我以前学的融入是跟我的新闻内容融入 这是没新闻内容的 我突然又忘了融入这件事情 所以刚开始主持的时候 我觉得 我觉得就是把正面意见 反面意见处理好了 然后做一个公正的结束 节目结束 哇难看死了 嗯 然后第二个就是 我不知道怎么去跟那个来宾互动 他们既不是新闻人物 也非一般民众 他们都是带着很多的家庭问题 或者成长问题来 我对那个领域也不是那么熟悉 比如说我们有一期做的 我们的节目是探讨亲子的成长跟互动 怎么 今天我的小孩带了他的女朋友 说要在家里睡怎么办 什么 爸我怀孕了怎么办 嗯 我第一次跟制作人家 这什么题目啊 反正就是 我一关一关去克服 但我想那时候最难克服 就是我找不到我的角色 然后我第一次主持有 有非常多的 那种节目意味的效果 有很多的艺人的来宾 那更是我 我以前 没有接触 极少接触的 他们讲的内容 我们还要制造一些 效果 就是那个对话中间 还有 有些那个punch line 就是那个 比如说 你是不是自己会这样子啊 你是不是自己有躲到家里 如何如何 我那种只会觉得脸红 我要怎么回应 我根本搞不清 所以整个是完全就不适应 在开始的时候 不适应 而且非常沮丧 因为我觉得我 我发挥不了 我以前认为 我可以做的好的角色 但花了蛮长的时间 我 大概 大概半年多吧 嗯 可能还更长 我刚才主持 我觉得生硬 而且 不是那么样的柔和 很多时候是靠着来宾在撑场面 还有我们的这个 亲子的专家 直到有一天 我有一集 我觉得录了 跟来宾 跟观众参与的来宾 我突然一开始有问有答 然后那个 我们的节目中 有一个经常来的一个 一个老师 专家学者 录完之后拍拍我说 你开窍了 我什么叫我开窍 就是 你终于把 这个节目 把你视为自己节目的一员 嗯 不是说我只是 打工仔 我只是一个第三者 以我的过去新闻之地如何 到这边来告诉你们 家庭该如何如何 我终于把自己当成一个 也是一个学习者 而且也是一个父亲 也是一个 在家庭中的 故事里面的 很有兴趣的 想要去了解 所以就是 主持节目 后来教导我 他跟新闻主持工作 除了我刚前面讲的 这些不一样 有一个蛮大的差别 就是 你一定要极高的投入 嗯 那个投入 不仅只是兴趣而已 你要真的 把你机器开了 在那个过程当中 你要非常的参与 哦 你要跟他们一起笑 一起互动 一起去感触 那现在教导了我 现在比如说 我在主持节目 包括访谈节目 我当然觉得我自己 有幸的是在过去 曾经有新闻的训练 嗯 所以在访谈过程中 我觉得一些 访谈的拿捏 来宾的心理 来宾的互动 那份敏感度 是被训练出来了 第二个 就是透过后来这些 非新闻节目的主持 也教导了我 怎么去对节目 去热情 去参与 去给来宾 有一种同样的尊重感 我觉得两者 似乎在不同时段 教育我 然后让我自己 带着两种的装备 来去坐在 我想少任何一方 你可能都会有问题 你可能少了新闻部分 你可能就会 呃 你可能会 就会说的太多了 我甚至到了 油腔滑掉的地步 也有可能啊 那 挣扎了多久 然后 这些过程当中 到底是怎么去面对 你自己觉得 自己做的不好 挣扎的过程 我说那个 刚刚提到开销 他足足花了我半年以上 嗯 那就挣扎了 后来一直还在 我觉得第一个 挣扎的原因就是 呃 刚刚已经解释过了 那你后来怎么调整 第一个 你你有无路可走啊 嗯 你怎么把这个做完啊 对啊 你你还有其他选择 我觉得这个 在那时候的选择是很有限的啊 而且你你已经有这个 你你跟对方是有协定的啊 嗯 你一定要把这个 做好 那我觉得我自己还是一个有荣誉感的人啊 也也更觉得过去有你那些经历好像 你不能就此砸了吧 嗯 对啊 所以我觉得可能第一个的动机就是你 你觉得你你不能就此放手 嗯 第二个就是自己也有 你不相信这个事情你你你不能达成 也是一种面子 所以我觉得自己的荣誉感跟责任心的两个逼使你要去面对的 然后你怎么调呢 那就是学着放松啊 嗯 学着跟自我对话 然后学着去把你自己那些过去的心态 一旦录影开始把丢到外面 这就是后来我自己学会的 去调整你自己心态的什么意思 就是你要开机关机 你一开机到你一去开始做这份工作 包括你那天报到开始录影 你就把你的心情要调得跟所有的工作同仁一致的 你不是今天是个大主持人跑到这边来讲 然后这个你还高高在上 包括去接待你的来宾 跟来宾对话 跟这个大家要同样的感情 然后去讨论这个节目做得好与坏 你都要把你自己充分的耐性拿出来 不要再伪装在自己过去的优越感的后面 心态 调整自己心态 你会一直重看自己的节目吗 哎 这点有趣 嗯 我问过好多人呢 包括有过去的记者 甚至国外的主播 偏偏就有几个人 跟我一样的 我除非为了真正的我要去调整我出了什么错误 或者去检验 我几乎从来不看我的自己的节目 从来不看 我看了觉得有点不好意思 讲不出来 就是我觉得看自己在那边干嘛啊你 哦 我跟你讲 有一次我刚主持八八九很大的时候 八九很大那时候 我不知道 他们竟然去跟台湾的那个长途客运的传播业者 嗯 就叫他们晚上 这个 我又是坐夜车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是坐夜车 他电视上竟然 播 我那时候 全球人都在睡觉 我那时候看他在干嘛 哎 播播的八八九很大 我看周围有没有在看 没有人在看 他在睡觉 就我一个人在看了 我很觉得有点丢人 哎呀 丢人什么 根本大家都在睡觉 那个时候就是 当然那次过程让我觉得 哎 这个节目还有 还有 还有人看啊 他还有在这么多的地点 我看到他 那我不看我自己节目 回到我刚刚有问题 我就是觉得 我每次看着让我不自在 我觉得我好像在那边在表演 然后那里面好像那个不太像我 然后就这样 所以我我到现在也起早去看 我在家里 有时候不小心 嗯 打开刚好那节目正在播 我自己节目赶把电视关了 我换个台 对 但是现在很早去看电视 那你说现在要去YouTube上 找我自己节目 没有 但我知道很多人 我刚讲有几个人是不看 也有很大部分人是都会回看 他们觉得自己做自己的检讨 那我可能就是一个 不会检讨自己的人 好吧 用不同的方式检讨 我就是觉得不好意思 OK 你说这不好意思 你做那么久还不好意思 对啊 我也说不出来 40年看着萤幕 还是不行 不想看 OK 我不想看到我自己可以了 OK 我是李次端 你现在收听的是 马力欧陪你喝一杯 所以像刚刚提到的 后来人物访谈嘛 那 大鱼食堂就是 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节目 那可不可以跟我们谈一下 而且大鱼食堂现在也 也做了很长一段时间 对我一直我一直以为他 然后就像我自己做访谈节目 刚刚讲我们做7年 然后我也一直觉得 其实我好像没有做很久那种感觉 然后就回头一看 其实就已经做5年7年了 这是一个怎么样的开始 然后当时的设定是什么 那跟现在的差别是什么 我不知道您这个节目的 这个起步的过程怎么样 访谈节目好像是一个 不是那么高的门槛 有人就可以来谈嘛 对 然后觉得你谈话 这个那时候我觉得谈话节目 好像只是 它是一个固定的布景 它是一个固定的场地 或者什么 就是想找 我觉得所有节目开始都觉得 这个一定是很有趣的事情 这个一定会有人想看的事情 这一定是有人想谈的事情 到后来发现这些事情都不见得 哪这么简单的 所以我们刚才只是想再找一些人来谈一谈 那时候我们受了几个节目 节目影响 一个是在网络媒体上的另外一个 我就不提他名字 也是一个大陆方面的制作 他们就是很简单的布景 很简单的几个人 也是围着一个餐桌 就是就是谈 而且谈的题目非常的天难地北 那几个人的这个说话的这个流畅 然后他们能够这么愉快的在一个直简单的摆设下 谈我们大家有兴趣的话题 这是一个 第二个是香港电视台一个节目 那节目是每一次带着一个来宾 可能应该都是名人吧 他知道用名人很重要 大家去一个餐厅 吃饭 每次吃饭的节目 而且餐厅的这个主持人似乎很懂的菜 或者至少他背了很多资料 一道一道菜的解释 解释的非常详细 然后来宾傲了 然后就是菜与上菜之间 跟来宾聊他的话题 刘德华聊什么 那中间他也介绍菜 菜也不多 最棒的是有一集 他们在自助餐 最后讨论到自助餐 怎么样把你的菜叠得最高 最科学 不会掉下来 而且那个你最后你吃的刚好 那个不会让菜色混淆在里面 我觉得真有学问 后来我觉得就是 受这两个节目 还有其他节目的影响 我们就想谈 找名人谈 找有趣的人谈 而且把食物加在里 所以这样子就组成了一个 那为什么像现在大运市场 各位看到的形式 好像是一个日本的吧台桌一样 那个也是当初我们去找了餐厅 我们在棚内要搭个井 那个井似乎是让主持人 有最高的活动空间 因为他可以跟所有来宾可近可远 来宾坐在那边 他跟主持人之间的距离 又可以拉近 而且又上菜很方便 所以他那个井似乎是一种 日式的吧台桌的井 似乎蛮容易点 刚好那时候我觉得台湾人 大那种读的日本的日系的漫画 深夜食堂 所以整体他是一个多种的观念的驱动 组成这个节目 但一开始他应该是想做有趣 所以我们节目的一开始做的 还真是找大阵仗 我记得我们一开始有找 国防部请了五位女军官 从上校的都是舰长飞行员五位 然后请公共博物院找了四位的谷物的修复师 然后找了台湾四家不同包子店的师傅来探包子 我现在就是想有趣 但是后来发觉 你觉得有趣 人家不觉得有趣 而且这么人数多 这个通告发起来非常复杂 对 第二三个还有我们的食物调配 最后我发觉初期对我们 我最大的压力就是 如何在访谈中既能进行访谈 又能照顾到你的食物的元素 最后后来我们就请来了师傅 说根本也没拍我 也没理我 然后你在那边就访问 你根本连菜都忘了介绍 对呀对呀 是呀忘了介绍 我又忙着 我没办法兼顾 后来经过很多时间的调整 调整的最后 现在似乎就变成好像 他变成一个人物性质的轻谈节目 所以这是一个转变就对 就本来可能比较像是议题为导向的 就有一些企划 开始想做议题 后来变人物 OK 那最大阵仗是几个人 六个人 六个人 就是谈的六个人 我们那几位叫做他们都是 那几位我不知道我们的制度人 怎么想出来的 六位都是离婚 或者单亲妈妈 他们都在自己的工作上面 打出一片天 其实他们六个人 每个人都可以来做一期节目 但我们不知道为什么 六个人挤在一块 然后最后那六个人 都有点意犹未经 因为他觉得他的故事 还比不上我的故事 但我要平均的分配 那是一个很好的题材 但这个主持人处理了烂透 OK 有在什么过程当中进行了一些转变 是看看观众反应吗 还是 后来就是通告发的太累了 所以就是把人数减少了 OK 我觉得就是应该是就是执行面的问题 那现在我怀疑是不是主持人在偷懒 也有可能 也有可能 在转成这样子的一个人物访谈过程当中 通常像我一直做人物访谈 我们通常都会被问到说 怎么选人 你怎么选人 你告诉我 你怎么选人 我怎么选人 我通常讲的很抽象 就是说 我现在突然对这个人有兴趣 对 这是其中一种 那我通常有兴趣 当然跟时事或话题还是 多多少少有点关联性 通常不太会 还是会有 但是就比较少 就是我突然想到一个人 然后 这个人好像都没有人 比较少人采访过他最近这样 所以你不会考虑那个 这个人的市场度 会啊会啊 端哥就是我们的市场 还是要市场度 对啊 你还是想要有有名的人吗 你看到有名的人多多少少 大家听众可能性质还是会比较高一点 完全没听过的人可能 但是也会有一些是 他可能在他的领域是有名的 但是 不便来讲 他还是个素人 对 但是 可是那个反应很好 就是你看那个下载的反应很好 对 这也是有的 所以可能都不太一定这样子 我们俩用的方式 大概标准一致啊 就类似啊 你会 制作人会 会有提议 我们的Tim很小 这个我们大概就是 我们Tim很小 最高的时候 然后我 我现在包括我在内 我们的Tim也只有两个人了 我们三个人了 对 我们最高的时候 可能有接近十个人 后来发现这个有点 有点太过于庞大了 我们把它减少了 来宾我觉得一直是个问题 就是 大部分都是在那个时刻 好像似乎他 他有他的价值 但是我觉得很多来宾 不见得在那个时刻 我们现在慢慢会觉得 来宾的你要等他 有些人等到了 他蛮有价值的 你现在立刻就能够 应你所求来 大部分时间来宾做不到 除非他 他也在某种宣传 或通告之下 大部分很多来宾 他就知道你要去磨他 要去熬他 然后他来的时候 一点都没有什么特别的 但他讲的话题 确实具有永久的时间价值 有没有什么这么多的来宾 像最近这个书里面有提到 五年多九百多个来宾 有没有什么是你觉得 在访谈过程当中 他会真的比较困难的 就是什么样的人 或者说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他会真的比较困难一点 我可以换个方法回答你的问题吗 OK 因为我可能 我的回答可能不如你的预期 第一个我觉得 越想象那是困难的来宾 到后来真的来的反而越好 OK 那什么人是最我想象困难的 第一个他的领域我不熟悉 是 我可以举个例如运动员 运动员 我真的不熟悉 我要努力查他的资料 我又不是那么喜欢 那个追着运动跑的人 这个演很多戏剧型的角色 演员 演员有很多的演员 他很多影片 你不见得看我 他的作品不见得跟得上 特别是那些剧有很多 演了很多历史性的 他们是满意很资深度的 那个历史你太庞大了 我在追踪不了 就是他的领域 他的背景我不熟悉 不熟悉的 还有一种就是 我从来没有 即使这么多年我在工作 我根本从来没跟他接触 纯粹纯粹的陌生人 而他名气又极高 所以我要去透过很多资料去了解他 还有一种人就是 我听了很多reputation 他是一个比较 难搞的 不多言 然后这个冷的 然后越是这样子 你心里就会有一个picture 对 这种对我来讲 都是最大的挑战 我对他不熟悉 我对他有不同的了解 或我对他了解不足 或者他们在别的节目中 已经制造了某种继承印象 或者这个来宾真的非常稀有的 他不容易来一次 这种事我会想象 但那个想象了之后 反而我觉得让你在节目中的 你会感觉异常的轻松 因为没那么可怕了 我后来发觉也来宾 他们也会调整他们自己 那我很感谢这些来宾 他们会调整他们 所以这是你说困难是 当然就是我自己的想象力太困难了 那我真的在进行访谈的过程当中 我觉得有些来宾真的不多话 或者是他对于你开始的话题 没关系 那你要努力去挑话题 我是自己想法 就是在一旦开始录音 从那个来宾进到我们的公司 开始要准备录影那一刹 我就跟他在一起了 我的心 我的情绪 我的一切都是以那天的访谈为最重要 我不会再讲任何事情 然后把我自己调整到 跟他的颇长子一样 那天那个不多话 那我也去努力想话 他要对什么有兴趣 我都是努力去把那个话题懂 第三个就是我会变得非常的主动 把我自己的生活资料 什么话题都往带 就努力的 我们现在还发明一件事 我们现在摄影棚 在还没录影之前就放音乐 随便什么音乐 就让大家一进的摄影棚 有一种活力感 天知道有没有用 活力感 就是觉得好像 这是一个action going on 用各种方法了 就是让来宾感受到这个进来的节目 其实还有一个作用 就是让这个节目始终保持一个主场的 我们是主场的 他们是客队 每个来宾都是客队 对 当你把这个主场的这个位置调整好 那客队就会比较 比较愿意表现他自己 因为 我觉得在那个访谈过程当中 的确会有一些人可能突然的话题就不开 或者是他可能话特别少 我遇过话特别少的时候 我就会 压力就很大 就会想说 哇糟糕 我准备这些东西 结果十分钟就讲完了 然后他看起来没有想要再 继续讲任何其他事情的样子 为什么会这样子 我觉得有可能是 一方面当然我那时候也比较没经验 另外一方面可能他也没什么经验 有些时候那个受访者他没有什么经验 就是没有什么被访的经验 对 那有些 对啊 有些很多 很多被访经验 他知道 那个主持人想要讲什么 他知道 但那个时候有些时候我觉得挺痛苦的 我曾经访过一个就是 我觉得听众完全听不出来 但是我非常的挫折 因为他讲的所有东西 我在其他地方我通通都听过了 就是表示我问的所有的问题 对他来讲没有一个是新鲜的 那可能是你把资料的消化的太多了 就是我 所以他的故事 或者是 但是我会想要他讲其他的东西 但是不知道他怎么转一转 他又讲回他讲过的东西去了 其实我也有碰到东西 后来我想的原因是什么 我有时候会想的原因在哪里 第一个那些是他 那是他 显然是他最喜欢讲的故事 第二个那些故事 在他使用的最得心应手 应该都是带来加分题吗 对 那你能让他不讲吗 那你我的问题只是 我们准备的资料太多了 你问 如果你根本不去准备 那就第一次听好不好 对 是是是 那是一个好故事 我同意那些都是好故事 所以他才会一直讲 但是真的我们也要奉劝 是不是我们有些要上节目的 是不是反正故事update一下 对因为都是好故事 然后我相信没听过的听众 都会听得很津津有味的 但是我自己就会觉得 哇怎么整天 整场一个小时 结果他都讲过去 他在各个不同地方讲过的 你成了一个最乏味的听众 我自己就会听得很挫折这样 但那个挫折到底 比如说制作人可能会觉得 不会啊很好啊 因为故事很顺啊 然后很有趣啊 你为什么要这样想呢 那所以你说是不是 可能自己过不去 你准备过度了 对我 是吗 准备少一点反而比较好一点 对啊 有可能 但是也会遇过 可能他会觉得说 你怎么这个地方都问过了 我当然还没有耶 我觉得也许我太老了 那个来宾不好意思挑战你吧 我遇过那个访谈者的算经纪人 他反映说 这个问题太常讲了 可不可以不要问 或者说把它带过去就好了 就后来反而在这个 很常讲的这个问题上面 其实他太久没讲了 所以他反而讲了很多 所以那个受访者本身 非常喜欢讲这些东西 而且那个他讲那些东西 可能在过去已经很久没讲过了 经纪人都知道 他们经常是 他们 他们有设下一个保护圈吗 对他们想象 要这样子 或者说这样会比较好 但是 其实反过来 我后来准备其他的问题 他的反应反而比较淡 因为那个东西 他反而最近比较常讲 所以你到后来 你的结论是 要不要听这些经纪人的话 我的 就是看情况 就是我现场我还是问我的 但是我会视情况去做 做调整就对 你会观察对方的眼神吗 脸色吗 我观察对方全部啊 就是他讲话的方式啊 语气啊 节奏啊 然后看哪里啊 有些 有些 有些受访者是 他没办法看我啊 那那个不是他故意的 就是他的本 本身他没办法指示人 他不习惯 他不习惯 他喜欢看着某一个地方讲话 其实那也没关系 因为而且我们毕竟是录音 我们不是那个影像 影像可能 这个会有一点点问题 但是声音其实还好 比如说我们其实不太有 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但是 我特别对你刚刚讲 那个很有感觉 就是 我觉得很困难 或是觉得很恐怖的 通常到最后 都还好 对都还好 对通常 甚至会比较好 甚至比我预期的好很多 所以我们的最大的障碍 应该是我们的想象力 想象力太多了 但有可能不是这样想象 就反而真的就很恐怖 我当时觉得最可怕 我觉得就是 我最可怕 我碰到就是 我可能前两天 不知道什么事情 我准备的太松懈了 我真的觉得 那是我最害怕 就是我突然发觉 我上场 时间也到了 我没有办法了 那我实在对他的资料 准备的不熟悉 那就很麻烦 那最后我只能在那边 就让他 他爱讲什么 讲什么吧 能把这时间 时间 过去 撑完吧 那后来我觉得很心虚 而且这个 其实你 你知道我们做这些心虚事 我相信来宾跟我一样 都会感觉出来 他知道这个主持人 其实今天 功课做的有点赖 也许他很礼貌 但是也许他心里会想 他干嘛来呢 我记得我碰过一次 跟李亚明 很有趣 他一来就跟我讲 他说我经常起来 他就觉得我干嘛来上这个节目 我说我跟你同感 我也干嘛来组织这个节目 我们俩哈哈大笑 把那个尴尬的话 是来之前 我相信我们 以后来宾他会有一些那种 来之前的疑虑吧 特别是比较没那么久 上节目 因为我觉得我常常想 是不是有些人 叫他你花了一个相当长的时间 谈 光谈这件事情 对很多人 不是那么 那么有趣的事情 更多话要谈人生 哇 我为什么要公布这么多给你 对 所以这是一个很高难度的 那 我觉得最后当然 其实是因为最近大云食堂 出了书 发表了两本书 是一组嘛 对不对 做坚持的人 跟做相信的事 那这里面当然 这么多的来宾 在五年的时间 怎么挑选 最后成为书的这些人 这两本书 其实是我们第一次的尝试 就是因为 大云食堂 到今年11月 五年 我当时觉得五年 应该 除了我们在 频道跟网络上播出之外 也许可以把这个 节目本身的内容 做其他的元素的传播 我一直很相信文字的力量 因为我以前最早在报社记者做了 那我觉得书本 在台湾人看书 还是一个 你不管讲那个书店的这个经营困难 书本还是一个 一个可以被认为的 它一种有价值的东西 所以我们想借助这个出书 把我们的内容去跟 可能根本没看过我们节目 或没机会看我们节目的观众作业接触 那所以我们就是跟时报出版合作 把我们内容做了一些精华的剪辑 所以各位看这本书 你不必说 这内容都看过了 是 你在电视上内容看过了 但透过文字的更精要的整理 以及更有系统的这种呈现 你会感觉跟你看电视还是有点不一样 你会更能够了解那个当事人 当时说这些话前后的逻辑 以及他那个话的重点是什么 所以像这次我们书挑了这个28个故事 这里面不止28个 因为有夫妇一起来的 影剧跟政治是两个主要的领域 这次也有这次的总统参选人 跟他们太太来的 那也有我们很熟悉的金钟奖 金马奖的得主 当然我们也希望努力做到多元 所以里面有作家 也有教育家 也有议师 也有一些公益人士 总而言之 我觉得他们都想传递一些 他们所认为最重要的价值 是什么支撑他们这个价值 他们怎么的人生的事业 他们怎么走过来的 他们怎么看到的 所以我想我们最后的整理的就是 他们说的故事 我们觉得你应该有价值来听一听 而这些故事是陪伴了他们的一生 也让他们觉得 如果有人愿意倾听的话 这些故事对那些倾听者 应该带来有价值的帮助 所以我们就这样子 应该在选的时候也是挺挣扎的吧 有有就选 对挣扎 这为什么干脆 干脆自己出来安排好了 干脆就直接变无本 没有后来这个就是 后来我们挑选就讲第一个多元 希望各个领域都有 他们的故事 真的有可以经过时间历史的考验 这也是一个重要的挑选 第三个就是很简单 熟悉度 大家最熟悉的几个名字 这样 OK 大鱼食堂五年 那接下来会有什么计划 或者是一些新的调整吗 不知道 我觉得那个 开始 我个人的希望 是我们有更多更多的精彩的来宾 但精彩怎么定义呢 那个精彩来宾 也是代表你要挑更难度的来宾吗 还是要挑更会讲出人生这个鸡汤的来宾吗 我觉得都很难讲 我觉得是 大家是不是还愿意听 看一些说话 而这些说话的过程当中 几乎都没有什么夸张的表演 也没有带着什么一些那种啦啦队式的表情 第三个 就是靠着彼此的一种说话语言的表达 跟一种讯息的传递 还有没有人愿意接受这种 这种表达跟这种表达的价值 这一切因素是最重要 就是我们还能有这样的听众跟观众 他们还愿不愿意期待 OK 如果有这种期待 那我相信就会有来宾会也来讲 嗯 那我们就可以问 但如果这种大家都愿意听的都是 加油天粗或者讲得很过瘾 感官刺激要很强的 那食堂可能办不到 OK 好我们今天非常开心 谢谢 谢谢端哥 来马六陪你喝一杯 那大鱼食堂 然后我要谢谢这个红酒 太棒了 大鱼食堂做了五年 那这一次刚好出了两本书 那里面是精华啦 就是有一些 大家也比较熟悉的人 的确是 就是看人民大概都听过的 那但是大鱼食堂本身 其实也采访过非常多 不同各行各业的人士 所以在书里面没看到的 在YouTube在网络上 也都还可以看得到 那我们今天非常开心 端哥跟我们分享了 从40年前他加入电视台的 这个有趣的教考故事 我要谢谢马六的邀请 同时希望大家都继续支持 像马六组织这么优质的节目 谢谢 你支持他节目 也在支持我们大鱼食堂 还有一片生存的机会 好谢谢 谢谢端哥 OK 谢谢大家